女孩我刚刚听到一句话 刀子嘴豆腐心 我想问一下 刀子嘴豆腐心就不伤人吗 其实后来我也知道 有一点伤他 因为男生自身心应该很强 不仅是男生 刀子嘴对谁都有伤害 家庭暴力当中 除了肢体暴力 还有一种叫语言暴力 语言暴力就是 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话 刺伤别人 所以即使你再有豆腐心 但是当你这个嘴出去 像刀子一样的时候 再好的爱情都会被划破的 可能他的确在那个地方 去交际应酬抽烟喝酒不太对 但是对于你来讲 至少你在那个场合 没有尊重到他的这个女同事 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 挽回你的男朋友的话 不能再这样 以你自己的想法做出发点了 回过头来我想问男生 你还喜欢他吗 有那么一点换不下吧 但是我现在就说不了 他这个脾气 就无理取闹 但回过头来 如果你喜欢他的话 是他一定要按照你的 所有的要求来打造 不管他的穿着 还是他的行为举止 还是你喜欢他 是希望照着他自己的要求来办 就说他按照他自己要求可以 但是不要做那么过分就行了 在我的观点当中 一个男生对女生的要求 如果已经到这么细致末节的程度 好像这个男生 照理来讲 心胸也没有那么大一些 你的最开始的严苛的要求 加上他后来的严苛要求 其实你们都是想告诉给对方 我的爱情是有我爱情的底线的 我的爱情是有我爱情的原则的 那你就照着一个原则的方式 来去商量一下 看看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 彼此去保护你们的爱情就好了 不要因为有一点点爱情当中 对方不满足 或者对方没有符合你的要求 就是说分手 谈分手谈多了会恨伤人的 所以好好想一想 不要轻易地分开 好 谢谢 曲总 我其实听你们的这个故事 我听得有点晕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分手 又为什么会在一起 一次谎言 就分手 很轻易 分手了大概得有几个月 没有联系 如果真爱对方 之间没有任何的牵挂吗 也许是在各自找自己觉得合适 而第二次再次联系 很有意思哦 女生喝多了 所谓酒后吐真言 就怕她不是真言 而是一时的冲动 而是一时你没有找到合适的 这样就 哎 我喝多了 没有人照顾我 谁能给我温暖依靠 哎 是她 恰恰她此时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但当然她每其名曰 我还惦记着她 虽然惦记你 但我觉得一定不是一门心思惦记你 否则以她之前的行为 她早去找你 所以你没有在一起了 而且在今天站在这个舞台 貌似是男孩付出了很多 觉得我吃亏了 因为每一次都是她追随你到某一个地点 又是为了你辞去了工作 其实貌似是她主动的为你着想 但是我感觉出来做的是既不心甘也不情愿 到这来找一个理 你看我为你做出这么多 让大家平平礼 你欠我的吧 咱分手 其实她现在也决定不了 也没有那很坚决的分手 如果分手早在底下就分了 何必要站在这里呢 你站在这里无非目的只有一个 证明自己在这段恋情里头付出的是最多 不是过错方 如果你要分手 那我就坦坦荡荡地分了 而女生呢 太不明确了 真的爱她吗 你想象的那个人是她这样吗 抽烟喝酒 现在又没有工作 你是希望说她能够出去挣钱 现在待业在家吗 就你一个人工作了 对不对 你真正想要的人是她吗 我是要她 因为如果我不要她的话 现在我 她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就可以选择跟她分手 就是因为她那份工作不好 所以我想改变她 不要她抽烟喝酒 矛盾 你想改变她 而你又说你爱的是她 为什么要改变她 如果你真的爱的就她这个人的话 为什么呢 我说的就是她做的那些事情 她做的那些事情 有对 也有正确 你管的过于的多了 切记千万不要试图改变一个人 改变了之后 她就不是她了 她自己也不舒服 你会发现她不是 如果你真喜欢的不是她这个人 而是改变之后的那个人的话 为什么不去找现成的那个人呢 何必要在她身上去浪费彼此的时间呢 所以 给到你们俩的建议 想清楚 到底适合不适合在一起 因为虽然你们认识了八年 但彼此可能并不了解的足够 好吗 冷静地想一想再决定 是否还能继续走下去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老师 谢谢